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我呢我就想来说一说就是马云如何从一个就是赚钱的资本家 变成了一个资本家里面的老演员这个问题 今天呢我要主要来给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在中国当资本家真的不容易 确确实实要变成变色龙 是不是啊 但是变色龙有不同的变法 资本家也有不同的当法 但是在中国像马云这样的当老演员的 他是独此一家 那么首先就要说这个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最养眼的新闻就是不是他退休 而是他要放弃在美国 为美国人创业 不再承诺给美国人提供就业岗位一百万个 从这里讲起 这个川普先生呢当了总统之后呢 当选之后还没有还没有宣布这个正式的这个 总统就职就职仪式还没有 马云在就跑到了美国 建了一次川普啊 媒体上都有报道啊 非常的这个著名 然后呢在那次那里头呢 他答应啊要给美国创造一百个就业机会 这个时候呢 大家曝光了马云 但是呢我记得我在 因为我那个时候主要的经历在明镜做杂志嘛 我当老总那个省一些稿子 大家就有一些说法 就是马云的这个到美国的这个动作啊 究竟是自选动作还是有官家背景的动作 当然了我们明镜那个时候得到的一些消息啊 认为马云是自选动作而不是官方动作啊 官方指令动作 但是从现在我分析马云来看呢啊 我觉得他越来越像官方动作 因为他这个很明显啊 他是要拉拢这个川普啊 川普当选之后 那个时候呢 中国在啊 川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统的问题上呢 完全没有概念啊 刚刚他上台啊 觉得也是商人 那么这时候马云就来了 马云的话大家记住啊 他要 他是说啊 马云和川普重点讨入呢 如何帮助一百万美国中小企业啊 特别是后面那一句注意啊 特别是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啊 如何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 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销售美国农产品和服务 是吧 大家想想啊 中西部 中小企业啊 这是共和党票仓 也是支持川普的票仓 马云这个时候来啊 这一百万啊 纵粹就是投川普所好 拉拢川普来的 好吧 这一种算计啊 这是他的一个算计 我觉得不太像马云的自选动作啊 自选动作 真的不像 我觉得他有官方背景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一次呢啊 他放弃这个一百万的这个所谓的承诺呢 我觉得也不是自选动作 而且是官方动作 因为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过就是说啊 他说这个啊 这个有意中美这个 我答应给美国人啊 创意一百万 这个承诺是基于中美友好合作啊 双边贸易理性客观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哎 中美的关系背景变了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现在正在出招 打美国的中西部的选民啊 打川普的票仓 打共和党的票仓啊 这个时候啊 马云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 从要帮助中小中西部的中小企业 然后变成了跟着中国政府一块来玩这个啊 玩川普 所以说呢啊 我觉得这两招啊 这两招反映的是什么呢 是马云的这个人啊 他在演一种剧本的戏啊 我是这么认为 那么再说这个啊 一百万的问题了啊 一听起来啊 很多人就说马云是个大骗子 说是大骗子 我呢 我也不敢说啊 因为我要注意用词的恰当性 我不敢说他大骗子 但是我觉得马云在忽悠 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一百万 一百万的这个就业啊 我查了一下资料啊 全世界五百强之手的沃尔玛 啊 他是这个全球五百家公司排行第一啊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雇主公司啊 现在雇了多少人呢 雇了两百万啊 一九六二年创办的啊 总部在阿肯色中啊 这是一家公司 他雇了两百万啊 沃尔玛 那么呢 全球最大的为上市的公司呢 叫加吉公司啊 啊 为你为名利苏达州啊 加工业务遍及全球六十八个国家 也就也就雇了十五万个十五万个 我们现在啊 这个皮末上出的是 位于坎萨斯州的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企业 科斯公司啊 他是美国电力供应商 最大的石油加工集团 利青供应商 以及提供这些金融业务啊 雇余人员十二万啊 那么一个这个统计数字啊 我不知道这个他说基于什么 反正都是世界最大啊 一个是五百里头的最大沃尔玛他有两百万 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私人企业科斯啊 还有一个就是加吉刚才谈的三家啊 再谈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这个富斯康 我们都知道富斯康啊 在中国很有名气 正好呢啊川普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呢 郭台铭也到美国见了一次啊 川普啊他呢有一个大手笔在美国投资了一百亿啊 这一百亿呢啊投资在我念书的威斯康星州 那呢我就比较关注这个新闻 那么这一百亿呢他能提供多少就业呢 一点三万个 虽然这个马云谈的这个一百万投资呢 可能是劳动密集性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一百一百万人的就业 要达到一个多大的投资规模啊 这个东西呢 我想如果经济学家来解释的话呢 也许更有这个说服力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忽悠的成分很大 当然了有些人就直接说马云是骗子啊 到晚你到晚上去找一找 有的人全都是说马云是骗子 所以说这个一百万的这个东西啊 从他的出台 我觉得就可能是个笑话啊 是个忽悠是个笑话 现在马云要收回这个一百万啊 我觉得马云要考虑后果 你跟着中国政府走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马云收费这个一百万呢 被这个舆论解读为啊 就是说啊 宣布中美进入经贸冷战阶段 而且马云在 最近的一个投资人大会上 宣称中美贸易战要持续二十年 所以我觉得在某个意义上呢 马云 是一个在 这个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他在解读一种官方的一种政策 那么呢 如果你如果你真的对川普之间说过这样的话的话呢 你把它收回去 美国人会对你这个人的诚信怎么看啊 你美你马云先生在美国的这个企业以后 以后怎么就业 你想到这怎么样的经营 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 还有啊 这个蚂蚁金服也是你的阿里巴巴下面的吗 啊 因为涉及到这个一桩间谍案件也在被调查 会不会让美国人给你穿小鞋 我觉得这些问题啊 都是这则新闻中 马云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呢 啊 从这个马云这个一百万那个故事呢 啊 说他这个演员那个定性啊 我就觉得现在的中国啊 有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的大资本家 各个都是老演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 大家 大家都知道最近 发生了很多事情 啊 这个 方冰冰 是吧 方冰冰 他呢 我给他定位啊 是 演员圈中的非职业演员 因为方冰冰真的没演个什么 让人印象深刻的 电影啊 电视剧 没有 节作 没有 所以说我认为方冰冰属于演员中的 非职业演员 那么这个 第二大新闻 刘强东啊 也是大明星 在明尼苏达发生的这个涉及强奸案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客串演员啊 客串演员 马云不一样 马云是 非演员圈中的 职业演员 啊 为职业演员 那么现在最近这个 为什么这个 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些大资本家都变成了这些演员啊 大家看到 这个啊 这个刘强东啊 刘强东 我觉得现在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啊 他那个讲话啊 大家看看那个 他一个视频 他说我们现在 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这一代可以实现 啊 我们这有个图片 嗯 这是刘强东啊 刘强东在表演 那么呢 这个除了刘强东之外呢 这个啊 延安微博上传马化瞳 刘强东呢 穿着红军服装 到延安去朝拜 啊 这也是他们的演员登场 是吧 这是这个 延安微博官网啊 这个看看刘强东啊 有一张还是刘强东跟那个奶茶啊 奶茶太太快出产了啊 这是这个穿着红军服装 这种红军服装最早啊 我印象最深的是谁啊 是那个大款 陈光彪 到这个纽约中央公园派画 派那个三百美元的时候穿着的服装 哎哟 看到我胃疼了啊 他们现在开始穿了啊 再就是现在 再有一个大演员 就是这个许家印啊 许家印说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